天,我出生的时候是一个死人,死人是不配拥有灵魂的,我怎么跑到地狱里来了,突然灵魂灵主闪现到我的面前,你很幸运,幸运的死人会得到我的力量,令我没有想到的是,我竟然从一个死人变成了死神,这种感觉很不错吧,要想一直保持这种感觉你必须得为我工作,我要你为我收集很多很多的灵魂,说完就将我送回了主世界,这里的空气非常不错,不知道为什么,这些村民见了我就害怕的跑来跑去,我真的有那么可怕吗? 此时有一个村民从屋里走了出来恰好被我撞到了,那就抱歉了呀,追上了他并收割了他的灵魂,难道这就是死神的力量吗?一下就可以带走一个灵魂,这份工作真的很适合我,第二天,我迫不及待的要去收集更多的灵魂,这是一座很大的城市,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的人,果然我没有猜错,那就开始工作吧,当我收集到第二个灵魂的时候意外发生了,原来灵魂可以使我变得更加强大,我可以释放一些不死生物来协助我的工作,效果很是明显,很快我便收集到了十个灵魂,我甚至感到了有些无聊, 好,那就去别处再逛逛吧,来到了第三天,继续去寻找更多的灵魂,这里有个很不错的房子,来试试里面有没有人,于是我发出了很恐怖的声音,这很有效,房子的女主人跑了出来,我的样子真的把她吓到了,不过我不会对女人手软的,收割到灵魂的同时也得到了一些她的记忆,这看起来很不错,很快意识到了我也需要一个住的地方,看到了一座废弃的教堂,周围充满了一座座坟墓,这里很符合我的身份,令我没有想到的是,这里已经有主人了,那好吧,很抱歉打扰到你了,你也为灵� 对啊,你是怎么知道的,你不该为她服务的,说完就向我动起了手,这个家伙是没有灵魂的,所以我并不想杀掉她,不过她似乎并不打算放过我,那好吧,这是你自找的,挥舞我的镰刀一下就把她收割了,理所当然我便成了这片区域的主人,第四天,打算出去找点东西,然后对我的基地进行装饰,这不是玩家吗,那就顺便把他们的灵魂收割了吧,你们好呀,我是来收割你们灵魂的,竟然还敢反抗,放心吧,我的镰刀是不会让你们感受到痛苦的,很快便又得到了两颗灵魂,差点忘记还有一只 小僵尸,外面的世界太危险了,这是我基地的坐标,如果你愿意,今晚你就可以前往那里,注意安全呀,也是时候回到主人的身边了,他看到我收集这么多的灵魂一定会非常开心吧,你这个废物,怎么才收集到这么少的灵魂呀,你是不是偷懒了,我真的很冤枉呀,我已经很努力了呀,紧接着灵魂灵主又交给了我一个更加艰难的任务,完不成的话,我是无法交差的,第五天,灵魂灵主也太难满足了,这是他让我来的地方,他需要让我帮他杀一个人,不过这里充满了守卫,以我现在的样子是不方便动手, 突然间,我已不再是死神的模样并快速地降落到地上,顺便收起了我的镰刀,哇塞,我怎么变成了守卫的样子,这样出入任何地方都会显得合理,直到我发现了猎杀的目标,不过得等其他人走了我才能动手,你找我有事吗,你别多想,我来这里只是为了收割你的灵魂,掏出镰刀向着目标快速地挥舞,没有想到灵魂灵主交给我的任务这么轻松地完成了,临走之前,顺便再把箱子里所有的物品都拿走,第六天,我想念小僵尸了,回到了基地,差点忘记僵尸是恐惧阳光 我飞到屋顶修不起了漏洞,这样小僵尸就可以安心地在这里生活,非常感谢你,这是我应该做的,不过我还有些更重要的事情去做,那就是我要赶回去交差了,这次对于你完成的任务让我很满意,再有其他计划我会通知你的,你先去继续收割灵魂吧,第七天,回到了主世界,收割灵魂的工作又开始了,回家的路上发现了掠夺者,那就顺便把他们的灵魂收割了吧,我是不需要动手的,有我召唤的不死生物替我工作,消灭完这群掠夺者,灵魂一下就长到了三十颗,恶魔灵主看到了一定 会很高兴的,灵魂越多我的生命值也会越高的,第八天,迫不及待的向灵魂灵主展示我的业绩,一天的时间我就收集到了十多个灵魂,工作效率比之前提高了很多倍,收割灵魂的小事就交给别人来做吧,老子要挑战更艰难的任务,好大的口气啊,这么点的灵魂还不够我塞亚缝,你还得继续努力,好吧,我会证明给你看的,九至十天,再次回到了主世界,到底要收集多少灵魂才能得到认可,就在此时,发现了一个非常可疑的人,他怎么慌里慌张的,我要跟上去看看,渐渐 天色已晚,眼看着他进入了一家酒馆,想要不被发现必须要伪装一下自己,原来他是这群士兵的领袖,愣着干什么,看到角落里那个守卫了吗,还不赶快去收割他的灵魂,这是灵魂领主通过守卫向我发出的命令,冒着被发现的危险也要去执行,偷偷地潜伏到他的身后,立即使用剑砍了起来,还是镰刀锋利,第二次砍杀才拿到灵魂,十一至十二天,试图不被发现的离开这里,走出酒馆之后,我又恢复回了死神的模样,好久没有回家看看了,小 他要饿死了,快给我找点吃的来吧,真是抱歉啊,只不收割灵魂了,却怠慢了小僵尸,鸡肉应该是他的最爱,所以在附近的森林里抓到了很多只小鸡,并为小鸡们搭建了一个鸡卷,这样小僵尸饿了可以随时吃,纯纯真的太感谢你了,十三至十四天,来到了一个很神圣的世界,我会在这里收集更多的灵魂,突然间,一个看起来很神圣的人出现在我的面前,是时候来结束你这罪恶的一生了,看来你还不知道死神的力量,怎么会这样,死神的镰刀竟然对他不起作用,只好� 把武器,马上你的灵魂就会被我收割掉,天使的灵魂是你永远得不到的,鬼才会信你的话,最终他还是倒在了我的手下,奇怪的是,灵魂的数量真的没有增加,我得向灵魂灵主汇报此事,不过去之前还是先升级一下装备吧,随便找了个洞穴便开始了工作,就当我打算为自己打造一身铁盔甲时,突然传来了灵魂灵主的声音,既然你这么卖力的为我工作,就赏赐给你一身恶魔盔甲了,哇塞,我还从没有穿过这样牛逼的盔甲,穿上它让我感到更强大了,十 十五至十六天,回到了地狱,我遇到了一种很可怕的生物,它声称自己为天使,你千万别被它们漂亮的外表所欺骗,它们是我们最强大的敌人,不过你不用担心,我会解决掉它们的,接下来的任务我需要和另一个恶魔一起完成,找到了它,灵魂灵主需要我们拿回一个属于它的物品,十七至十八天,我们一起来到了这座城市,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我面前的这个恶魔造成的,为了拿回灵魂灵主的物品,它一直在入侵这座城市,正当我们搜寻的时候,突然一只可怕的恶魔出现,我警告过你,你怎么还来? 它释放了伤害很高的火焰,并轻易地杀死了我的搭档,我的天,这个家伙的力量也太强大了吧,我召唤了一些不死生物,很快恶魔就被我们杀死了,还掉落出了一个神秘物品,当我拾起它的时候,我看到了整个世界已经崩溃,并充满了大量的恶魔,我很是不理解,十九至二十天,也许这是未来发生的事情,这不是我该考虑的,重要的是我可以回家了,意外的是,我发现了一个农场,一定是小僵尸趁我不在的时候搭建的,果然被我猜中了,趁着天黑的时候它可以外出耕种,花费了一些时间修 修补了大部分漏洞,我们在一起生活得很开心,和小僵尸说了再见,时间不早了,我得赶在天黑之前回去交差,真的是搞不懂,死神为什么还会帮助僵尸,二十一至二十三天,回到了灵魂灵主的身边,并把城市中找到的物品交给他,不过搭档的死亡导致灵魂灵主非常的生气,并对我实施了惩罚,失去了宝贵的五颗心,我感到无比的难过,我现在没有时间陪你扯犊子,快去弥补你犯下的错误,我被传送到一个村庄,我必须要继续收割灵魂,令我没有 我想到的是,我竟然无法召唤不死生物,那好吧,只能亲自动手了,收割了很多村民的灵魂,二十四至二十六天,我感到有点累了,找个地方休整一下,如果途中遇到村民了还可以顺便收割灵魂,二十七至二十九天,小僵尸一定过得很好吧,我有点想他了,奇怪的是,家门口站着两个天使守卫,看来小僵尸遇到麻烦了,我准备挥舞镰刀,不幸的是小僵尸被当成了人质,如果你敢挥舞镰刀,我会把他逼到阳光下,识相的话就跟着我走,别无选择,我是不会让天使 伤害到小僵尸的,天使把我带到了一个看着很神圣的地方,这里仿佛就是空中花园,在这里有另一个天使似乎在等我,我看到你在保护僵尸,对啊,他是我最好的朋友,有什么问题吗,我从未见过任何恶魔愿意帮助其他生物,看来你仍然保留了死之前的一点善良,不过这段时间你别想再去收割灵魂了,药水让我感到非常虚弱,慢慢的我就昏睡了过去,三十至三十二天,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关在了监狱里,不想被收割灵魂的话就快放了我,我很抱歉,你对我的子民构成了危险, 所以我不能放你出去,就在此时发生了红色的爆炸,突然灵魂灵主就现身了,并立即摧毁了关押我的牢房,幸运的是,我被灵魂灵主带回了地下世界,经历了这一切,很想知道死之前我是谁,我应该会有个名字,灵魂灵主听到我的问题很是生气,如果你收割了这个人的灵魂,你就会知道曾经你是谁,灵魂灵主并且告知了下的灵魂的位置,三十三至三十五天,按照坐标到达了这里,这是一片茂密的森林,在空中是不好搜寻的,于是我便徒步进行,就在此时我听到了沙� 我知道你会来找我的,说完就很快地跑走了,你这个小可爱,我并不想收割你的灵魂,我只想和你聊聊天,突然他就开始攻击我,不小心收割了他的灵魂,紧接着就进入到了记忆中,是我带领着子民获得了战争的胜利,趁我不注意的时候,泰勒从背后将我残忍杀害,三十六至三十八天,原来我是一个将军,并带领子民赢得了战争的胜利,我本应受到人民的拥护,是泰勒害死了我,这到底是为什么,难怪夺取人民的灵魂我会改到南国,三十九至四十一天,为了弄清 事情的真相,我回到了酒馆,泰勒你这个屌毛,快点老子滚出来,我看到他慌慌张张地从酒馆内跑了出来,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,我知道的不仅仅如此,是你杀了我,致使我变成这般模样,你为什么要背叛我,为了战争的胜利我才迫不得已这么做的,你这个骗子,我明明看到了战争的胜利,泰勒用之前杀死我的匕首向我冲来,没有任何犹豫,立即夺走了他的灵魂,原来泰勒受到了灵魂领主的指示,我一直在为杀害我的人工作,我仿佛明白了一切,四十二至四十四天,气 气冲冲的回到地下世界,你竟然敢欺骗老子,既然你都知道了,要么继续为我工作,要么你就会被我夺回力量并死去,尼玛的我是永远不会为你工作的,那好吧,既然这样那就不要怪我了,他夺走了我大部分的心,我以最快的速度逃离地下世界,并朝着我的基地飞去,四十五至四十七天,发生了这么多事情,我想和小僵尸谈谈,你不值得去为灵魂领主卖命,我觉得你应该去找天使谈谈,对啊,我怎么没有想到,如果我帮助天使,我们肯定可以将灵魂领主除掉的,这也是目前唯一的 四十八至五十天,正要出发的时候,突然远处传来尖叫声,好奇的我想要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,是一个恶魔,他正在伤害村民,我试图阻止他,你脑袋被夹了吧,我们可是同时啊,老子不为那个屌毛工作了,并将他打倒,村民并没有感谢我,而是慌张地跑走,看来是我的样子导致的,就在此时,天使突然出现了,我没有看错你,快跟我来吧,十一至五十三天,天使的空中花园是如此的神圣,这里我曾经来过,不过这次我的身份有些不同,我不再为灵魂领主工作,我没有看错你,快跟我来吧,十一至 很欣慰能够看到你这样,不过我们需要你的帮助,在我们家园附近有个非常强大的恶魔,希望你可以帮助我们打败他,那好吧,你们等我的好消息吧,五十四至五十六天,来到了一片森林,恶魔应该就在这里,我尼玛的,你是要吓死老子吗,真是扫兴,你的身上没有我需要的血,不过你来这里做什么,是灵魂领主让我来的,他让我带走你抓捕的天使,他果然听信了我的话,一直跟随着他进入了他的巢穴,天使果然被困在笼子里,我试图从背后偷袭他,不幸的是被他发现了,你竟然敢欺 不过把你当成我的晚餐一定会很不错吧,那你一定是没有见过死神的力量吧,挥舞我的镰刀,很快就把这个屌毛收割掉了,并把天使释放了出来,真是太感谢你了,事不宜迟,我们快回到你们的家园吧,五十七至五十九天,我们正要离开,一直看起来怪异的昆虫恶魔出现,你好呀纯纯,你喜欢我现在的样子吗,我尼玛的,他是灵魂灵主召唤的恶魔,他的力量真的好强大,我吩咐天使赶快逃走,我受到了重伤,不想死在这里,不得不逃离战斗,六十至六十二天, 我回到了空中花园,灵魂灵主召唤出了一个更强大恶魔为他工作,他的力量真的很强大,我不是他的对手,不用害怕他,所有的恶魔都会非常恐惧这把金剑,现在他归你了,拿上这把剑,然后去把散落在世界各处的恶魔消灭掉吧,六十三至六十五天,之前因为轻信了灵魂灵主,致使我残害了很多善良的人,这一次我要为自己证明,路过一个被恶魔入侵的村庄,我为村民打倒了所有的恶魔,拯救了村民,不过他们还是害怕我,来到了另一个村庄,这里的村民正在挨饿,那就为村民,我回到了 村民做些好事吧,我为他们种植了一些蔬菜,村民很意外地看着我,还拯救了爬上高树的小猫,我一定会得到村民的认可吧,又来到了另一个城镇,这里有很多可恶的掠夺者,我帮助村民把他们都赶跑,不过村民们还是躲在屋子里不赶出来,在最后一个充满恶魔的村庄里消灭掉了所有恶魔,我拯救了村民,我准备离开,谢谢你,天呀,我终于得到了认可,那个该死的死神,我要他永远消失,六十六至六十八天,好久没回家了,小僵尸他还好吗,我感到有点累了,你 你怎么了,你怎么看起来有点不开心,我感觉我就像一枚妻子,之前为恶魔工作,现在为天使工作,但是你现在在做好事啊,你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可,好吧,小僵尸的话也许是对的,我很感谢小僵尸一直在鼓励我,现在我要飞回天使基地,突然间,我被击中了,天呀,这是怎么回事,你给我们恶魔带来了很大的麻烦,你被叛了恶魔,我要亲手解决掉你,我不是他的对手,尽管我拼尽了全力,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致使我昏睡了过去,突然一道明亮光一闪而过,我被天使救了下来,六十九至今,我被天 七十一天,感谢天使为我所做的一切,我们已经清楚了灵魂灵主的邪恶计划,他很快将会拥有打开两个世界之间的门户,如果不去阻止他,整个世界都将会充满恶魔,这带来的后果是生灵涂炭,可是我不想再作为死神,我要求天使将我变回人类,如果你帮助我们阻止灵魂灵主,我会考虑的,我已经为你做了那么多的事,我厌倦了接受命令,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妻子,我很生气,就算世界毁灭也与我无关,七十二至七十四天,经历了这一切,我仿佛真的死了,回 回到了小僵尸身边,我开始向小僵尸发泄情绪和愤怒,就算让灵魂灵主接管了世界,这关我屁事啊,我曾经也是恶魔呀,我的模样仍没有改变,如果你不去阻止,你肯定会没事的,但是,我不会,这是什么意思,你只是个僵尸,你已经死了呀,对于我来说,我是亡灵,我不适合活人的世界,也不适合死人的世界,如果被恶魔占领,对我来说将会增加更多的痛苦和折磨,小僵尸的话让我震惊,这是真的吗,如果被恶魔占领了世界,小僵尸将会承受更多的痛苦,他可是我在这里, 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朋友呀,我感到自己有点自私,如果不去阻止,人类将会永远活在痛苦之下,小僵尸说得很对,我需要去和天使好好地谈一谈,15-77天,我来到天使基地,令我没有想到的是,这里竟然充满了这么多的恶魔,一边收割恶魔,一边寻找天使的头目,不幸的是,他受到了严重的伤害,这只是未来世界的预言,灵魂灵主的计划看来马上就要完成了,对不起,我不应该离开,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,你可以选择反击,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像一个胆小鬼一样, 看着世界被恶魔摧残,选择是你的,在我说话之前他丢给了我一瓶药水,如果你愿意的话,他会让你再次成为人类,眼睁睁地看着他在我的面前倒下,78-80天,我拿着粮药回到基地,开始抉择我的命运,如果放弃死神的力量变成人类,我就永远不可能打败灵魂灵主,我不想公诉所有人,我必须要拯救人类,这才是我该做的事情,我把解药放到箱子里,我很清楚接下来该做什么,为了接近灵魂灵主,在到达地狱之前先把自己伪装了一下,也是时候去面对他了,我在这儿 在这儿等你很久了,非常抱歉我迟到了,接下来我该去完成什么,打开门户的最后一枚神秘物品位于补老神殿,你快去拿到它,这将是我们计划的最后一步,我必须要尽快地将它拿到,你这个傻逼,你不是走了吗,怎么又回来了,81-85天,我来到了神殿,这里看起来怪怪的,突然间,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一群骷髅士兵,虽然他们人很多,不过有了天使赠予我的金剑,我的力量便强大了,很快这群屌毛就被我全部消灭掉,找了没多久,我便发现了灵魂灵主所需要的神秘物品, 它看起来有点恐怖,就在此时,真正的昆虫恶魔闪现到我的身边,你竟然伪装成我去欺骗灵魂灵主,你再也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,它复活了我刚刚杀死的骷髅骑士,不过这些屌毛看起来比之前更牛逼了,趁着这群屌毛打我的时候,昆虫恶魔拿走了神秘物品,这群高高大大的屌毛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大,我有点打不过它们,再这么下去我会死的,还是乖乖地离开这里吧,86-90天,我回到了基地,我没能拿回那个骷髅图腾,看来注定要失败了,而且我没有足� 别太难过,你已经尽力了呀,我从箱子里拿出药水,并交给了小僵尸,这是天使给你用的,我是不可能接受的,不要这样,你比我更值得去使用它,喝下药水,变起了作用,小僵尸变回了人类,谢谢你,在我成为僵尸之前我是一名科学家,我可以创造一些东西来帮助你并强大你的力量,91-94天,该来的还是来了,我们的基地遭遇恶魔的入侵,不管结果如何,我都要拼尽全力,又是这个该死的畜生,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,因为你的失败,世界注定要被我们恶魔的入侵, 他召唤出了蜘蛛和蜜蜂一起攻击我,放弃吧,你是赢不了的,我受到了很严重的伤害,我感到了无比的绝望,就在此时,小僵尸跑了出来并对我使用神奇药水,恶魔将目光转向小僵尸,还好我立即将这个畜生推开,突然我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我的体内涌动,天呀,我恢复了健康,这怎么可能,你满的,给老子去死吧,这个畜生被我永远地打倒了,太感谢你了小僵尸,没有你,我是不可能做到的,95-99天,空中传来了大量恶魔的声音,你快回去, 这里交给我了,恶魔是杀不完的,突然间,随着一声巨响,整个世界都变了,这里就是地狱,看来灵魂灵主召唤出了传送门,突然空中传来了天使的声音,击败灵魂灵主,让世界恢复成原来的样子,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,我真的可以吗,只要你坚定信念,没有什么是你做不到的,你将是这个世界的救世主,那好吧,我要去跟灵魂灵主拼命了,顺便在去的路上解决了几只小恶魔,多亏了小僵尸的药水,当我发现灵魂灵主的时候,他站在一座大山之上,我毫 不犹豫地冲向他,第一百天,这是一切开始的地方,不过我不再是一个迷失的灵魂,我知道我正在做着什么,你竟然敢出现面对我,简直就是找死,我们发生了激烈的冲突,他可以发射致命的火焰攻击,他是遇到过最强大的对手,大概率我会被他打死,天呀,我该怎么办,就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,脑海里开始回响,这些记忆给足了我自信,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,我不会放弃,再次冲向灵魂灵主,拼尽了全力,你马的,给老子去死,我用金剑刺中了他,灵魂灵主我永远击败了 这就是结局,世界恢复了正常,我也再次回到了地狱,第一天,我作为红色魔像诞生在一个燃烧的村庄,此时我只有五颗星,我发现掠夺者和士兵就在我的不远处,他带着他的军队来摧毁这个村庄,哈哈哈哈,今天这里的所有人都得死,我要统治世界,突然我的父亲出现在我身后,儿子你有特殊的能力,对我们来说,你可是唯一能打败掠夺者的人,但你需要变强,爸爸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呢? 突然爸爸就被打死了,此时我注意到一群强盗向我跑来,为了活命我必须赶紧逃跑,哈哈哈哈跑了一只小玩意,不过没关系,早晚你们都得死在我的手中,第二天到第四天,我也不知道应该去哪里,父亲说过我可以变强,但我现在毫无目的,我努力思考父亲的话,但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,我无奈地跑向森林,决定先制作一把武器,于是我开始砍伐附近的树木,收集完木材后我立刻用工作台为自己做了一把木剑, 随后我继续探索森林,但突然我发现了一个肌肉发达的村民站在不远处,他怎么这个样子?他在干嘛呢?我很好奇便向他走了过去,哇你就是传说中可以打败掠夺者的红色魔像母,是的我觉得你说的就是我,但我想请问你我该如何变强? 你看起来很强大,你能教教我如何像你一样吗?非常抱歉,我的力量来源于基因突变,但我可以想办法帮你也变强,或许你可以吃一点东西就会长大,真的吗?刚好我从出生到现在还什么都没有吃了,我会按照你说的去试一下,第五天到第八天,我决定找一个地方去打猎,让自己先填饱肚子,还好前几天我制作了一把木剑,这个小奶牛就是我的第一目标,把它打倒后掉落了一些肉款,这是我最爱吃的东西,我现在收集了很多 牛肉,是不是服用了它就会变大吗?但我现在并不着急,我想再去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动物,但突然好像有人攻击了我,我转身后发现竟然是一个强盗,等等我现在只有五颗星,我不能让他们攻击我,同时我只有一把木剑,我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,三个屌毛强盗不停地追赶我,现在我还太过幼小,这让我只能努力逃跑,慢慢地我的血量已经剩下了一颗,但突然我竟然激发了一个新的技能,我立刻转身向他们发动技能,显然这个技能 让我和他们有了一战之力,但我还是得小心他们能够攻击到我,最终在我不懈的努力下敌人全被消灭掉,但这个地方并不安全,我决定先离开这里再说,第九天到第十五天,我逃命的时候吃了一些牛肉,这让我的体型开始发生变化,我现在进化成了一个成年模像,无狐真没想到你已经进化了,这一定是你听从了我的话对吗? 是的,非常感谢你提供的建议,但现在我认为接下来的升级你可能需要想其他办法,那你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? 掠夺者正在袭击村庄,我想你应该去那里看看有没有可以帮助你升级的东西,或许那里会有变异武器,真的吗? 变异武器听起来很牛逼的样子,我觉得我必须想办法升级,就算那里非常危险我也要去看看,我不能让父亲白白死去,我要打败掠夺者为他报仇。 第十六天到第二十四天,我决定前去刚出生的那个村庄搜寻一些信息,但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,我的希望破灭了,这个村庄已经残破不堪了,这里没有任何生命的记性,但我并没有选择放弃离开这里。 当我环顾四周努力查找的时候,竟然发现一个房子内还存活着一名村民,让我赶紧来到他的身边,或许他会知道一些对我有帮助的信息。 哈喽你好啊,你还记得我吗?我是来救你啊,哦你就是前些天刚出生的传说中的红色小模像吗?真好你还活着呢,现在我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向你转达。 掠夺者那个屌毛正在寻找一些可以变异的药水,你一定要抢在他之前找的药水,正当我准备带他离开的时候,突如其来的爆炸让村民直接化成了灰烬,我转过身后发现,对方竟然是一只苦力怕和强盗的结合体。 掠夺者首领派我来这里等待你,没想到你真的在这里出现了,变异苦力怕立刻朝着我扔出TNT炸药。 好在我可以释放土球攻击抵挡对方的攻击,但对方的攻击还是比我强大,他丝毫不畏惧我的土球攻击。 简单点来说,变异苦力怕比我要强大很多,我只能边打边跑,不一会的时间,我的血量已经少了一多半,我知道我必须赶紧离开这里。 哈哈哈哈你的垃圾就只会逃跑,我超竟然骂我垃圾,我立刻释放出了愤怒的一击, 没想到变异苦力怕竟然被我打败了,而此时我也只剩下一颗心了,我知道这些坏蛋肯定都是借助了药水的能力,他们非常强大,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,我必须想办法也得到药水。 第25天到第32天,我再次找到鸡肉村民,决定在这个区域建造一个基地,在村民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完成了建造,我分分钟对房间内进行了简单的布置,你能告诉我在哪里能得到变异药水吗? 我不好意思,我并不知道他的信息,所以只能靠你自己去调查了,好吧没办法,我只能靠自己丰衣足使了。 第33天到第40天,我开始花时间着重寻找变异药水的下落,走了一段时间后,我惊讶地发现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区域,这里的水是绿色的,并且我发现火焰也是绿色的,就连上面的土壤也和平常的不一样。 我立刻跳进水里朝着对满游去,难道这里空无一人吗?让我看看是谁闯入了我的地盘,等等是谁我转播身体,你一定是怀着不好的目的来到我的地盘,快滚出去,不好意思请你冷静点。 我只是好奇这个区域并没有其他想法,请问你知道关于变异掠夺者的事情吗?他正利用变异药水进行实验,哦原来你想知道他的信息啊,但我现在没有朋友,我想和你成为朋友可以吗? 好啊刚好我也是独自一人,我很乐意和你交个朋友,所以让我们成为一个团队吧,我们一起对抗变异掠夺者手里,哦我只是想和你客气一下,但你想让我去对付掠夺者,你肯定不是真心想和我成为朋友,我最讨厌被人欺骗了,变异泰坦僵尸立刻对我发动攻击,从体型就能看出来我不是他的对手,并且这个屌毛的攻击还非常恐怖,我只能小心地躲避攻击并反击他,他不停地朝我发动攻击,这让我头痛不已,但幸运的是, 对方没有释放技能的蓝条了,他的回泉水补充蓝条,得知这个情况后我肯定不能放他走,我不停地朝着他释放土球攻击,哦等等你有本事给我两分半的时间,让我回家补充一下能量,我懒得和他对话,最终在我释放了一个强大的土球攻击后,变异僵尸被我消灭了,他死后掉落了他的地震之力技能,我赶紧拿在手中,现在我也拥有了他的技能,这他娘的也太爽了,第41天到第48天,我离开了那个区域后继续探索, 但是在路上我竟然遇到了变异掠夺者手里,我已经知道了你的计划,你放心我会破坏计划并打败你,哦是吗,这么多天不见看来你学会吹牛逼了,哈哈哈哈小家伙让我向你展示一下我的能力吧,请客间掠夺者的体型竟然又变大了,他还长出了一双翅膀可以飞翔,现在看着对方的心态我的心里泛起了疑狂,难道我真的是唯一可以打败他的人吗,我要开始攻击你了哟, 看来我这次是遇到了大麻烦,对方不停释放荆棘从地下冒出来攻击我,而我释放技能并不能攻击到天上的他,妈的我该怎么办呢,对方的攻击非常厉害,他对我造成了严重的伤害,而我此事无能为力,唯一能做的就是逃跑,时间仅仅过了两分半,我的血量就掉落到了两颗, 如果再不快点离开的话,我肯定会死在这里,不行我还得为父亲报仇,好在我跑得够快,即使躲进了森林当中让对方丢失了目标,该死的垃圾,随便你折腾吧,下次见到你我一定要消灭掉你,第49天到第57天,我连头都没有回至关跑,好了好久后我竟然来到了一个古老的石头祭坛,这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石头建筑呢,我会在这里发现什么呢,让我看看四周,但这里什么都没有,好吧我还是离开这里吧, 你就是传说中的红色魔像吗,没想到我还可以见到同类,你来这里干嘛,哦还好对方是自己人,你能告诉我如何对方变异掠夺者吗,我想要打败他,他可以飞弹我的技能够不到他,我可以帮你,但我有一个条件,不久前一群可恶的矿工偷走了我的紫色宝石,你能帮我拿回他们吗,第58天到第65天,我开始帮助对方去寻找紫色宝石,我知道矿工肯定在矿井里,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发现了他们,而此时他们还在工作, 我立刻拿起土球技能朝着他们冲了过去,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,我的攻击压碎了一些矿工,其余的矿工发现我后冲了过来,但他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,最后他们全被我消灭了,我在矿井的深处发现了紫色宝石,于是我赶紧冲了过去,但没想到这里这么漂亮,而且里面还有一个穿着华丽衣服的僵尸,你就是杀死我的矿工手下的那个家伙吗,我会立刻消灭掉你,没想到对方直接召唤了几个矿工来攻击我,还好我有地震之力可以范围攻击, 矿工在我面前根本不是对手,哈哈哈哈我会不停地召唤矿工,直到你精疲力竭,我朝此时我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,这个家伙非常难缠,甚至他一直在逃跑,但我没办法只能想办法去攻击他,最终这群矿工全被我消灭掉,哦完了你怎么可能将这些矿工全部消灭,此时看得出来他非常恐慌,他已经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了,只能任凭我用技能对他造成伤害,最终他想要逃跑的时候被我干趴下来,看着满屋子的紫色宝石后, 我开始一个个的收集他们,收集完毕后我再次来到了大型石像跟前,按照他的吩咐我把宝石都放在了箱子,好了现在该你兑现承诺了,你是不是要教我可以在空中使用的技能呢,哈哈哈哈我不会教你任何技能,因为我骗了你,妈的你怎么能这样做呢,老师没有教过你骗人是不对的吧,大型石像没有回话直接攻击了我,对方的激光攻击非常恐怖, 但好在他的行动比较慢,我可以躲避他的攻击反击他,我不停地利用走位释放土球,哈哈哈哈你的攻击伤害太低了,我要把你烤成面包,妈的真气人,骗了人还打人,你会后悔对我做的这些事情,经过一段时间后,大型石像还是被我打败了,等等这是他的激光攻击吗,无狐这下好了,我有了可以攻击天上的技能了, 第74天到78天,我决定回到基地恢复一下铁力,但村民正在这里等着我,我知道一个可以让你变强的地方,但那里非常危险,而且有一只不死凤凰,你可以去那里看看,不过我告诉你,自从去那里的人没有一个活着回来了,没关系我相信自己可以的,快告诉我具体位置吧,好的,但你别怪我没有紧盗过牛,第79天到84天,我按照村民提供的位置朝着地点出发,走了好久最终来到了凤凰所在的区域, 但这里看起来非常雄伟壮观,让我们走进去看看吧,你好凤凰同志,哇靠你竟然胆敢闯入我的地盘,不好意思我现在急需获得变强的能力,希望你可以帮助我,无狐想要变强就得挑战我,让我看看你的能力吧,凤凰立刻释放了超强的火焰,尿差点给我吓出来,他不停地给我做火疗按摩,好在我只是一堆石头,但就算如此我也能感觉到疼痛,凤凰飞得特别快,他简直是我遇到的最强对手,但我也不是吃素的, 我赶紧使用激光反击他,凤凰硬抗我的攻击对我造成伤害,就算你是传送中的红色魔像又如何,你不可能打败我,他继续攻击我,但他突然露出了一个破绽,我朝着破绽发动攻击,最终凤凰被我小妹了,他死后我在地上发现了一个红色凤凰之星,我想知道他会对我有何帮助,但没想到,使用后我现在拥有60颗星,并且体型也变大了,此刻我的力量八头驴都拉不住我,第85天到第99天, 现在我非常有自信,我决定去寻找便衣掠夺者首领的基地,走了很久后我来到了一个冰云,这里有很多强盗战坑,而便衣掠夺者首领就在冰云的中心地带,看起来是时候正面面对他了,我立刻冲过去攻击这些小家伙,这些垃圾根本不是我的对手,最终我轻松地消灭了他们,消灭完小罗罗后我跑向掠夺者首领,此时他才注意到我,无辜上次你还没有尝到我的厉害吗?哈哈这次轮到你尝尝我的厉害了,今天是你的末日, 就算你有药水也不可能战胜我,第100天,便衣掠夺者首领再次向我发送荆棘攻击,这次是我们的最终一战,我们的比赛从一开始就用尽了全力,他可以飞在空中向我发动技能,但好在我学会了激光攻击,他除了用荆棘技能还可以向我释放投鼓攻击,而我也可以使用激光攻击对他造成伤害,虽然对方的攻击非常厉害,但好在我现在拥有了60颗星,我可以尽情地和他对抗,由于我不停地走位, 他的攻击并没有对我造成过多的伤害,而我的激光攻击却让他受了大罪,我的天哪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大,哈哈哈哈你想知道吗?等你死后我会告诉你,哦不我错了放过我好吗?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力量怎么消失了?哈哈哈哈现在他已经完全不是我的对手,他变得弱得异比,但我不会放过他,我要为父亲为所有的村民报仇,哦呀我胜利了,我太牛逼了。